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点就是这个房子是四个卧室 然后它有两个办修间的 所以感觉非常好 并且这个房子是全全翻新了的 这个房子真的是主人自己住在这里的这种小庄园 它不是一个为了投资 或者是为了做一些商业用途而买的这种小庄园 所以这个房子的装修非常的精致 如果你买这种房子的话 其实以后用于做比如说办公室什么的 都是商业都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最好的一点就是这个庄园的位置 这个庄园的位置离249高速公路 99高速公路290高速公路都不是很远 所以非常的方便 周边也都是这种 邻居也都是这种庄园 有的邻居围起来了 有的邻居没有围起来 但是这个房子的装修 真的是我看过四十几万区间庄园当中最好的一个了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你对搜的地产感兴趣 或者对我爸的房品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现在开房子了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是一个占地两英亩的小庄园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这个庄园的前院 房子被放在了一个比较深的地方 位于这块地的话 所以门口就是这么几棵大树 然后我们在这边看一下 这样回头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房子了 房子的面积很小只有两千多尺 这个房子门前的这几棵树是这样子的 然后门口还是有很大的空地 所以如果您真的很想再建新房子的话 其实不需要拆除后面这套小房子 然后再往这边走才是这个房子的车库 车库被藏在了后面是双车位 这就是房子的车库 然后现在让我们进房子看一下 这个房子是完全翻新的 虽然它是建于1960年 但是这个房子外面外观 包括窗户框这些地方也完全翻新了 我们打开门进来看一下 一进门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完全翻新了 并且用个材料都非常好 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很精筑的一个小房子 当然它这个房子第二卖点 是这个房子地税低 又占地两个一亩 一进门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边有一个窗户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落地窗 所以整体的感觉是非常通透明亮的 然后再往这边走 我们看到它做的厨房 这个厨房的橱柜 做的都挺人性化的 因为橱柜里面就有这么几个抽屉 然后感觉就很人性化 很方便 因为这个房子是主人 自己住在里面的那种庄园 不是说用一半工货投资的 所以感觉一直非常好 然后往这边走呢 就是看得到它十英米大理石台面 比较漂亮的这个sink 然后 再往这边看 就是你看贴的这种砖 再加上还有那种抽烟机的感觉 设计感挺好的 中导是用了一个蓝色的这样的设计 上面铺着十英米大理石 然后在客厅的旁边是一个餐厅 餐厅旁边是洗衣房 洗衣房这边这个门出去的话 就是抽酷的位置 洗衣房的旁边有一个客人用的洗楼间 客人用的洗楼间做的也很精致 你看这个漂亮的大理石台面啊都做了 每个房子感觉它精不精致 其实就是在于它一些别人都不太会做的细节 比如客位的家装 然后现在我们去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就是这个房子的卧室 这些灯也做得很漂亮 这种小灯都做了稍微有设计感的 这种简约的小灯 走到这边来看呢就能看到的卧室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相对小一点 然后窗户也有点小 但是所有的窗户都换了新窗户双层的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呢就是 其实它算是另外一个卧室 可是它做成了一个书房 这边是一个共用的洗手间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窗户就大一点 整个卧室的面积也大一些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权位 可以洗澡的洗手间 包括台面啊包括镜子啊 包括这个厨房的窗户啊全都换了 然后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淋浴间 淋浴间的这个瓷砖也都贴得很漂亮 subway这种瓷砖 再往里面走就是主卧的位置了 这个房子的主卧有个特点是比较大 但是窗户比较小 就用一小六窗户 隐蔽性很好 可是如果你喜欢大窗户的话 可能这个就小点了 这个窗户有新换的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这样的感觉 然后主卧的洗手间是很明亮很舒服的 也全都是翻新的 镜子也翻新了 金属件也翻新了 窗户翻新了 马桶翻新了 淋浴间翻新了 全都翻新了 设计感很好 一看就很清楚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这种感觉 好了 这就是我们看的房子内部的结构 现在我们去房子院子看一下 其实这个房子最大的卖点 就是它的占地比较大嘛 所以它 包括它的后院也是非常大的 当然了 如果您觉得这两个一个想用栅栏围起来的话 也没有问题 只是这个房东它没有把这个院子都围起来 我们现在去院子看看 落地窗会显得整个房间比较明亮 然后呢 打开门出去 打开门之后 外面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padiu 然后再往外看就是 这样的 就连它外面都铺着这种比较好看的小石子 各个细节会让人觉得房子很舒服 这样一带一个院子是它的后院 我们看到的后院那边的栏杆就 栏杆的另外一面就邻居家了 然后后院也是有几棵大树 所以总体来讲它的占地是两个acre 这样的一个感觉 一般我们来看庄园的时候 就怕这种小庄园离市中心 或者是离这个购物的地方 或者是Town Center之类的比较远 但其实这个庄园不会 它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庄园 它离这290高速公路 99高速公路 还有249高速公路都很近 所以生活还是很方便 这个房子距离这个老美的 这个超市啊 购物中心就是12分钟 然后它距离学校的话 差不多就是6分钟 就是它的小学 学区还是还可以 只能说好 不能说非常好 然后如果距离中国城的话 差不多就半个小时以内 也就能到中国城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距离 就是这房子的位置啦 一个超市会的线 每个小时华 都有一个转移 就是这房子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